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这样拍摄广告并不容易 因为想有AI换脸还得分析人物的各个角度 相比之下布鲁斯威利不用辛苦出演就能得到丰厚酬劳 据传这笔费用可能高达新台币三到六千万元 因为电影《终极警探》系列爆红的布鲁斯威利 不用在清零现场辛苦拍摄动作片 只要借出这张脸就能轻松赚尽千万报酬 让不少网友忍不住警探 未来这项AI技术如果继续提升 连电影长片合成都能天衣无缝 演员们岂不是人在家中做片酬天上来 三星新闻高一天报道